委員怎麼看這個疫苗採購的部分 這合約封存 但是那個陳時中認為呢 沒有黑箱只有政治黑心 而且還說您就是當時這個疫苗調閱小組造極人 在立院兩個月那你自己有調閱過嗎 你自己看過這份文件嗎 民進黨就是最大的詐騙集團 香菸走私說是超買 論文抄襲說是參考 現在將疫苗採購的合約 封存30年保密說是保存 其實我就是因為擔任 在立法院疫苗採購調閱小組的召集人 說過最清楚這個狀況 當時我們透過秘密會議 去要求衛福部提供相關的資料合約 但是所有相關重要的部分全部被遮蔽 包括疫苗的價格到貨其成數量等等 完全規避立法院的監督 當中我因為過去擔任律師的經驗 我也特別去看了他們所講的保密條款 在這條款裡面有例外規定 也就是說在我印象當中 這例外規定包含 如果是政府機關法院或是監管單位 要求他們就必須提供 或者是只要符合當地相關的法律規定 即刻通知對方也應該要提供 所以這個部分我認為今天陳正中出來刻意的混淆視聽 因為如果他說密等可以調整內容可以公佈 那請他即刻的公佈 否則大家認為這當中到底有什麼不肯告人的秘密 怎麼看剛剛指揮中心召開記者會公佈了疫苗採購價格是一劑1765萬 是不是為了選情來執行 那當時為什麼要規避立法人監督 當時我們從一開始就要求政府要公佈疫苗採購的過程合約 立法院代表人民要求監督你整個採購的過程 透過秘密會議你還是要遮遮掩掩 為什麼要如此的黑箱 所以這個部分不解成中他的心裡到底在想什麼 嘴巴上講公開透明 實際上的作為卻是不斷的黑箱 請他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